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材料有 鸡蛋 花椰菜 红萝卜 洋葱 白饭 凤梨片 还有起酥片 番茄酱 葡萄干 料理小知识 今天博士要告诉大家的是 凤梨的营养成分 凤梨又叫做旺来 有好运的意思 凤梨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C 氨基酸 以及很厉害的凤梨酵素 凤梨酵素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 帮助消化 还有促进排便 排便顺畅了 肠胃就不容易生病 身体也就更健康了 凤梨真的很厉害 難怪妈妈说凤梨是很棒的水果 那我们今天就用很棒的水果 来做很特别的料理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张酥皮 酥皮 在这里 然后要把它的四边 都稍微折起来像这个样子 但是你看第二个折起来这一边 那你可以沾一点水 然后把它捏紧 那就黏住了 你浇水一样 好四边都这样做 好 再把它黏起来 对 往上折 然后黏起来 捏一下 再来把蛋液刷在酥皮上 刷上蛋液烤出来之后 就会变成漂亮的金黄色 嗯 我们要把洋葱剥小片 好 凤梨也要切小块 那接下来也要把花椰菜 跟红萝卜切成小块的 那我们就来炒个蛋吧 嗯 好 换进去 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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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炒好了先把它放旁边 好 接下来我们要把洋葱炒香 噗嘶噗嘶 有香味之后 就要加入花椰菜 红萝卜 还有葡萄干 甜甜的葡萄干 你炒饭有吃过 有葡萄干在里面的吗 没有 很特别 对 把白饭也倒进去 也是满满的饭 饭好多 可以加入一点调味料 我们最爱的番茄酱 胡椒粉 盐 还有番茄酱 盐 番茄酱全部用光 小孩都爱番茄 真的 有番茄的香味 等一下还要加入凤梨 酸酸甜甜的凤梨 酸酸甜的凤梨 它是主角 凤梨 蛋也放回去 一起炒一炒 好丰富 香喷喷的蛋炒饭炒好了 那我们要把香喷喷的凤梨炒饭 放进酥皮里 就变成酥皮凤梨炒饭 那我们装看看 好多东西在里面 好多 来 放在这里 看一下 放在桌子上 我们的酥皮凤梨炒饭 完成了 酥酥脆脆的酥皮 放上香喷喷的凤梨炒饭 加入凤梨的炒饭 酸酸甜甜的好滋味 让炒饭变得更加美味咯 美味咯 而且要直接咬一口 酥皮好好吃喔 红萝卜脆脆的 凤梨甜甜的 而且可以全部吃光光 真方便 是啊 那你们喜欢吗 喜欢 小朋友 你们知道这个酥皮凤梨炒饭 到底有多好吃吗 赶快来动手做做看吧 新子快乐这料理 甜甜甜甜甜 下次见 拜拜 再炒熟 加入白饭拌匀 以胡椒粉 盐调味 再加入凤梨丁 把炒饭放入烤好的酥皮中 就完成了 做菜 好 干杯 咋 消化 都 小心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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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